哈喽大家好 上一期节目我专门说了一个 就是原生态的 你从来没修剪过的一个苗的状态 怎么样去把它修剪 基础打好 然后也特别舒服 是吧 整个布局都不好 而且很多小细落枝怎么取死 很关键 因为就是那种小苗 不是说小苗 就是从来没修剪过的苗 有那样的状态 各位新手 如果家里你不会修剪的 肯定是那种状态 可以看一下 然后上一期节目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植株壮大 比较高大 是吧 碰到这样 从来没怎么修剪过的小苗怎么办 像这种你一剪都没了 怎么办 是吧 那么手把手交给大家 这个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个分根分苗的一个区别 这个和这个是同一个品种 都是那个超市的威乐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分出来 然后分出来另外几个兄弟姐妹 我已经给他送人了 然后这个就是好好种金养 金修的结果 那么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 这个是另外一盆 就是我一直懒得分盆 让它长在一起 盆也没换 然后刚刚换过来 刚刚换过来 就这个状态 那么它们的区别 其实我这个是剪过了 但是我没怎么敢捡 怎么怎么说 就是我这里花卸了 就把花捡了 然后它生长不是很旺盛 这里又花包出来了 那像这样的苗你怎么捡 这样的苗要不要捡 其实你可以把它整个养状 养大之后再捡 那么如果说你要节约养分 把这个花捡了 可不可以 可以的 然后那个黄叶看到了没有 黄叶稍微掰一下 都可以的 因为你这个黄叶 本身光合作用的 那个作用已经不大了 然后芽点又给它雾在那里 很难门发出来 一掰反倒可以刺激它的门发 然后这两个芽点 真的是长成芒枝了 这个我种的时候比较随意 看都已经长成盆景了 那个土比较少 它是整个凌空的 所以它长成这样 对一个很茁壮的苗来说 无所谓 对一个小苗来说 这样的情况碰到 就添点土就行 而且这个是我用纯的原土 当然不是说它长成这样 是纯原土的错 因为这一盆也是纯的原土 长成这样还是扔在角落 没给肥有问题 这颗苗 像这样的修剪就是 像这颗很清晰 就把这个花 花苞 蝉花都一剪 然后我们再看里面 里面有没有芒枝 有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芒枝 这个整个去掉 因为它如果 没多几片叶片 你这个芒枝都不应该剪掉 但是它相对比较健壮了 这个剪掉 但里面清空了 是吧 就自己也感觉会舒服 然后这个枝条 整体上全是芒枝 以前的老枝头啊 我也懒得取舍了 不用取舍了 全是芒枝 虽然叶子比较多 这个都是数着叶子剪了 像这样剪完之后 你还能数到 这几十片叶子嘛 那就可以了 这个芝术状态 就先这样了 然后这样的 对于什么起跑线法则什么的 这片叶要不要剪掉 它先抢跑了 可以抢 可以剪掉 但是如果叶片再少的芝术 那就留着吧 抢跑就让它抢跑了 是吧 抢跑也是好事情 能先长两个枝条出来 进行光合作用 也是好事情 那像这个状态 就是一刀都不剪 不要觉得把这个花苞剪了 就对它的生长 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一样的 你剪了 它又会开花的 这个是它的基础水平决定 不是营养水平决定 你要给的就是 浇水给肥 这个会了 就不用担心 那么这个状态 就是你要种好它怎么样 就把它放到一个 相对来说 你浇水给肥好一点的位置 不会遗忘的位置 我这个就是遗忘了 阿姨 那我如果就把它放在 放在C位 以后我们再看这两盆的状态 好吧 然后这个呢 我添点土 你进一 这个我说添一点地里挖的土就行 我懒得再去办什么万能配土 有时间办也可以的 也是就告诉大家原土其实问题也不大的 像如果强壮的苗我管都不管 它自己成盆井最好 这颗相对弱了一点 而且有点落不经风 我怕这一碰那个根断掉 也不用塞 浇水它自己会紧起来 整个土 我把它放到那个地方 那时候我们这样我浇肥也不会忘记的 就放在这里 好 那么记得订阅点上小铃铛 最关键的是以后他们的后续 小铃铛点了 你能接到通知吗 当然我后续的时候 我不一定写在标题上 就是这个的后续 我可能是说 我又要修剪了 但是你看到的就是 这两颗又出来了 我在实际的节目当中肯定会说 好 这么看的话 我们下期节目再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